主讲人是亮灯女士 我们温哥华人都叫她灯姐 灯姐请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好 谢谢灯姐 一会儿呢 灯姐开讲 我先简单介绍我们学术论坛的背景 学术论坛呢 是由加拿大著名的地理学家 宁赫博士和企业家 兼学者张国卫教授联合发起的 如果你有行业的这个 技术和专业学术的成就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协会 然后呢将来大家分享你的知识 享受友谊 好吧 现在呢 我们介绍今天的讲座 我本人呢和灯姐交流中感觉到 她是一个积极阳光的知识女性 自从2009年到今天 灯姐在网上发表了无数的长篇文章 她向世人直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大家知道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 灯姐还撰写了三本 三部书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书里面不但记录她自己的生活工作 还记录其他的移民的生活工作 广播的知识和荒谱的阅历 让灯姐的文章充满人群味贴地气 现在灯姐粉丝无数 其中我就是她的粉丝之一 已经成为文革华的名人 灯姐一句话格言让我非常敬佩 就是点亮自己照亮他人 作为一个专业从事移民工作的法律顾问 我能有机会和灯姐近距离交得非常荣幸 我可以给我的每一个客人讲灯姐的故事 介绍灯姐这个移民榜样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想听灯姐的分享了 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来移民的原因 有的人为了孩子的教育 有的人为自己的生活环境 丁姐您作为在中国已经有成就的支持女性 当年您为什么要移民加拿大呢 为什么要想起来移民呢 这得从孩子说起 好多人移民都是说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的教育 为了给孩子多一条路 我也同样 但是我更多的考虑的是孩子的健康 因为我们家孩子从小 学习他就不用操心 到了重点初中 重点高中以后 这个学习我们是不操心 这个身体我们就操心 三天两头呢 就要领着他去医院 去打吊瓶 打滴瘤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打滴瘤这个过程当中呢 好像是药物过敏 那我女儿就说 哎呀妈妈我眼前一片空白 什么也看不见 我吓坏了 我就赶紧把那针头去给他拔掉 那个还有一次呢 我女儿去那个海边去玩水 因为这个我老公他家在大连嘛 那么在岸边呢 因为我也不会游泳 我们两个在岸边这个玩的时候 一个大浪翻过来之后啊 本来我牵着女儿的手 就在那个岸边走 结果这大浪翻过来之后呢 我这个手就不到什么时候 就已经松开了 我自己都找不到北了 劈头盖脸的这个大浪翻过来之后啊 等那浪过去之后 我才发现我女儿在那边就吓哭了 那我呢就吓傻了 我当时我就意识到啊 在这个大的无论是社会环境 还是自然环境下 我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 我在这之前自信满满 有我在那就有孩子在 是这样啊 这一个大浪拍过来 我就觉得我真是保护不了 我怎么样我也想不到 我把手松开了 把大浪就把我们给砸了 但是都是在海边 都是在海边 所以这个大环境 我也改变不了 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呢 我可以帮着他写作业 但是呢 我不能让他退学 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不好 我愿意让他早点睡觉 但是其他的 我什么都帮不上 所以呢 当时这个国内啊 有好多这个移民中介 我就动了这样一个念头 也想出国 正好那个我们家呢 有人在国外 那我弟弟妹妹啊 他们都在日本生活了好多年 所以后来呢 我们又听说有朋友 移民到加拿大了 这样的我们就投奔朋友 说那我们也去加拿大了 所以当时对加拿大是 一无所知的 但是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想到国外 给孩子创造一个 新的学习环境 所以就申请了 这就是我家当时 为什么移民 那我在国内呢 我一开始 做这个职工学校 这个校长 然后国企呢 改革以后 工厂就关门了 工人也下岗了 当时社会上不流传一句话 毛主席给个铁饭碗 朱镕基给砸个扁 邓小平给铁老远 那这样的话呢 工人本来就是一个 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现在机器没了 工人的饭碗也没了 所以情绪波动很大 那个我这个时候呢 就参加了辽宁省委组织的 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的讲师团 专门给下岗职工讲课 帮助他们转变观念 调整心态 然后在电台讲过 在电视台讲 然后给这个省委组织部的党员讲 给复联讲 还给下海的 第一批下海的这个小老板去讲 最难的一次呢 那就是给那个 某个大厂的工人 给他们去讲课 这些工人情绪非常的激动 前几个老师都被他们给轰走了 能不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 其实我们讲课谁能给他们解决吃饭问题 解决不了 讲来讲去我也只能说 你们过去的日子是在笼子里生活 那现在呢 这笼子打开了 放飞了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可能的机会会更多 实际上能讲的就是让他们增加 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当时朱中西呢 他形容说 改革 他是在蹚地雷阵 实际上呢 也不知道他是知道还不知道 就是我们这些工兵 在前边帮着蹚雷扫雷呢 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之后呢 我就到商业去做了一名职业经理人 在商业呢 都是私企老板吧 给私企老板打工 他们是用了我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经验 因为最早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在商业 没几年我就离开了 所以这回重新回去之后呢 就有一些大型商场 开了之后 就需要我们这些有商业经验的人 那我呢 基本就是说 这个老板的左右手吧 你像那个大型的这个超市 招了三四百名员工 然后来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 那么我们就负责给他进行培训啊 企业制度建立啊等等 然后那个 但是呢 这些企业呢 经营都不稳定 没干多长时间就关门了 所以在国内呢 我也基本跳槽了 七八个工作吧 差不多都是类似这种 像连锁药房 连锁超市 大型的精品商场等等 但是基本都是这些 企业管理都是这些内容 所以了解了这些呢 可能就会理解 我后来移民过程之后 有些人呢 就害怕这个环境变化 适应起来就比较难 那我呢 就不怕环境变化 我还很喜欢 这种变化的环境 去多经历 等到我们申请下来 批下来 2007年登陆加拿大的时候 那已经是申请五年以后了 那个时候 我家小孩已经大学快毕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决定初衷不改 还是继续想让女儿到国外来读书 开拓视野 作为多一条路嘛 那我和我家先生呢 在我的书里可能都写过 我就直接说他的名字 曙光 看过我的文章的人大家都知道 为了简化 我就直接说曙光 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们呢 已经50岁了 年过半百 到国外去给女儿陪读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把一辈子当成两辈子多 所以我们全家 就来到了加拿大 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 开始了下辈子的移民生活 非常好 邓静讲的这个 让我们感觉到 你在中国的经历非常丰富 这么去讲下一个话题 就是咱们每一个新移民来到加拿大 都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 适应新的环境 虽然您的经历很丰富 但是很多别的移民也很丰富 经验 但是他们来这里总有一个 第一年第二年 或者甚至前五年的一个 很难的适应过程 您是怎么度过这个最难的 这一段时间了呢 移民呢都想一年大苦 二年小苦 三年不苦 大家都一样 有这样的经历 我呢 刚来的时候呢 因为英语不行 我给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一个定位 年龄大 英语唱 半龙雅 那么我女儿呢 人家考过托福 来了之后 直接进了SFU大学 学金融专业的硕士 那曙光呢 人家是主身体人 考过雅思 来了之后 直接进新人公司 人家起点 来的时候 差不多吧 就先找准自己一个立足点 那我呢 我是想 在社会 环境当中 有这样一个语言环境 我来接触 来学英语 我想进新人公司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对我来讲 很难 我只能一步一步的走 因为我刚来 我半龙雅 我也听不清人家说什么 我也没法跟人家交流 我也真还去面试了 面试了 人家问我话 回答不出来 我自己就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所以呢 我最初的两年 我只能在华人圈里找工作 到西人公司工作 这个目标 两年之后 才实现 所以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实很骨感 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呀 是在那个电话簿上查到的 当然了 都是华人的工作 在一个食品厂 做丸子 炒肉松 也不错 离家还很近 但是呢 好久不长 只在这个公司啊 做了四个月 一场大火 就是把这个食品厂 那个油锅呀 就给烧着了 厂房也给烧了 这个时候呢 就停产了 我还挺替这个老板担心 工厂停产了 这个老板 得多上火呀 所以后来我发现 上火的应该是我 因为工作没有了 但是我工作的这个时间 没有达到 领社会福利的 这个910个小时 所以呢 我在家 我就是没有收入 那我就开始找第二份工作 于是呢 我就 到大宠 到那个大宠华 华人超市 来做清扫工 这个做清扫工呢 别人是放不下面子 其实呢 我是一点心理落差都没有 我刚开始说这个事 别人还不信 他说 为什么你没有什么心理落差呢 因为在国内呢 给这个私人老板打工啊 非常不容易 老板下面就是我 那再下面呢 就是员工 或者是 忠诚的经理 那我要去平衡 上下这个关系 以这个为主 在国内那份工作呢 其实就是一个 我能胜任的工作 那并不是我希望 要的生活 所以当时我总在想啊 能不能有一份工作 我扫地就能挣钱 我可不愿意操这些心 但是你容不得你啊 像我那个年龄 在国内40岁以上 你扫地都不要你 那我能到企业里头 一直到我移民之前 我都是在工作岗位上 做管理工作 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我总想扫地 能挣钱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所以我到了加拿大 我没想到第二份工作 我就扫地了 我当时真想 理想实现了 理想实现了 当时那个和我换班的 那是一个张师傅 我们两个人 在大统华外边 那个夫靠 负责清扫 这个张师傅啊 他就老喊我小王 说话就像带着 这个领导的这个墙啊 后来呢这个他太太 来给他送饭 就悄悄地跟我说啊 他说我们家老张啊 那个不让跟别人说 他在国内是党委书记 啊 我说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还宣传部长呢 他说这怕掉价 怕人家掉价 他说哎呀 这遇到你太好了 我说那有什么呀 这个自己劳动挣钱 有什么掉价的呀 是周围有些华人 会对我有一些白眼 但是当地的这些其他的移民 我还真没遇到别人瞧不起我的 对我都很尊重 但是个别的华人 他会觉得 哎呀你个扫地的一个大妈 他就会就是这种眼神当中啊 言语当中会有一种轻蔑 但是我不在乎 你可以轻视我 但我自己并不轻视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呢 这个大统华工作呢 扫地时候呢 我就主动去跟一些客人去搭话 人家问我什么 我就主动跟人家说 其实我说不清 我知道自己很跌脚 那后来呢 我得又找这份工作 就是韩国餐馆 韩国餐馆呢 那个他招聘 我就应聘了 是当帮厨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个餐馆里的 我起码韩国人 他会跟我讲英语 我想找人讲英语 那么到那儿呢 到了韩国餐馆呢 这是一个老板娘 和他的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们两个共同 开的这样一个餐馆 然后呢 他老公呢 他老公就是说喝酒 他们就分居了 就分居了 之所以能过来呢 其实我英语也没过关 他来要我 一个是发现 我这个活干的比较利索 尤其我 他切这个萝卜咸菜呀 包括他 跟他一块做辣白菜呀 这个我的刀工 这个老板娘是非常的看好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韩国人周末都不出来打工 他招不到人 只是在周末 周日周六 这个客人上的还比较多 所以呢 他就能招我在这 那在这个打工期间呢 其实因为我还是语言的问题吧 闹了不少笑话 你比如我当时对这个数字啊 非常不敏感 总是说不清 所以这个老板娘啊 他餐馆里的卫生做得非常好 每天那个菜板都用那个消毒 这个水来消毒 洗的好多遍 这都是我的活 然后那个淘米呢 要淘六遍 他总怕我记不住 我一淘米 他就来问我 你淘了几遍啊 我说死瑞泰姆 其实我想说六遍 但是我对数字不敏感 三和六 我总是弄混 他就说 不是告诉你要六遍吗 你为什么要淘三遍 我说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是淘了六遍 我是淘了六遍 所以这样的笑话闹了很多 有的时候呢 他让我早点来 我时间我又停错了 这样也有 这个韩国餐馆呢 他们也是韩国人那个习惯 之前我们都看过韩剧 在这呢 我是看到现实的了 这个韩国人吃肉 可能这就算是过年了吧 我们在餐馆呢 吃饭呢 一碗大米饭 然后一碗大酱汤 然后他拌的各种小咸菜 我们可以拿一两样来吃 有的时候呢 他们吃肉呢 他就把那个厨房的联拉上 他们自己偷摸的在外面吃烤肉 我都在当笑话看 我不缠他们那个烤肉 但是我把这个当做一个项目来看 所以过后呢 我家的老公 女儿啊 当我一说英语的时候 他们就说了 你得了 你别说了 你那个事还是英语 你还是别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这个讲英语的地方 后来呢 我就应聘 也是一步一步这样走 应聘到了这个 Surriton 就是Surrit 这个喜来登这个大景点 做Housekeeping 就是客房服务员 到这儿面试成功 是中桥的一个帮忙 中桥帮助 他叫我怎么去说 我就非常幸运地 就应聘成功了 那在这儿 我到这里来打工 我也是非常兴奋 因为这里头大家都讲英语 不管来自哪个国家 20多个Housekeeping 大家在一起只讲英文 当然在这里也闹过好多笑话 也是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没有听清楚 少打扫一个房间 或者让我打扫 比如说306 我就打扫了309 说这样事儿的也有发生 也有发生 所以这里有一个这个 叫主管 叫伊万卡吧 他就很不待见 我还有我们中国人 就原来在里边的中国人 他们讲 这个伊万卡 专门就给这个中国人 放小学 但是大家都不敢去反抗他 大家都不敢反抗他 那我呢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只要是你说的不对 那我就上经理那 我去投诉你 我不是说找事儿 我要找一个公平 我要找一个公平 所以后来呢 两年以后 我又找到了这个 后来一直打工 打了12年的 西人的 纸制品加工公司 才达到了我 当初来加拿大 设立着第一步的目标 没用三年 也没用五年 用了两年 就达到了我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这个时候达到目标了以后呢 我就不能同时两份工作都在干 在那个大酒店的时候吧 是一小时18块钱 而且酒店的待遇非常好 我在这个纸制品公司呢 每小时当时是11块5 劳动强度呢都差不多 但是呢 我考虑考虑各个方面的优点缺点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18块钱的这个 house camping的工作就给辞掉了 因为我来打工 我不是说像刚开始有一些网上的人 他不太理解 以为是以生活所迫 怎么可能呢 我在国内退休了 我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在这吃苦 我可以回活 我可以说 做这工作 是我的主动选择 我是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当然人生怎么选择在你自己 选择很重要 所谓的 女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 那你移民以后 你选择是做你原来的专业 你还是走哪条路 决定你将来 以后的生活 因为人生呢 他不会重来一次 不会重来一次 所以我这些呢 就都写 都写在我的这个文章当中 写在书当中了 所以有人看过呢 我就不再多讲了 这里要讲的故事就太多了 非常好 您回答我的问题 让我觉得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然后呢我们从别人的心理和生活呢 可以找到自己的样子和经历 我现在 我们自己都在做义工 这些朋友都知道 你要持续不断地做一件事情 或者做一个爱好呢 你的内动力很重要 比如说 如果社区需要我们 或者某一个团体需要我们 我们觉得很有动力 而自己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又能别人受到帮助 这个动力就更大 这个持续可以 甚至后半生 邓姐呢 您自己呢 工作很辛苦 还要照顾家人 从您的经历 我们看到 从2009年 一直在网上写那个唱题 写了那么多年 我知道 其前还有一些感人的故事 能不能您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 从那个2009年呢 我刚才讲到 我进了新人公司之后呢 我觉得我这个第一个目标实现了 那我就把前一段 差不多换了 也有10个工作吧 扫地大妈呀 食品包装工啊 切水果的呀 电子装配的 耗子给瓶等等 做个10个工作 换个10个工作 我把这些呢 都当成 进剧组 进剧组 去体验生活 那这一段完成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做一个小节 然后开始卖出新的一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我的打工经历 就发到了网上 打工经历一到六 发完的时候呢 我就去上班了 等了我下班回来之后 发现不得了了 我这个一个帖子 成了热帖了 那个底下的留言特别多 而且以后每天都有很多网友的留言 有关心的 有祝贺的 也有发感慨的 还有给我提建议的 更多呢 就是给我提问题的 因为当时啊 正值这个宜宾潮 很多这个准移民啊 新移民 他都希望 在我敞开的这个窗口里呢 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当初我在登陆之前 查资料的时候呢 这个信息就非常的少 整个打印出来 大概也就几页 对将要面对的生活一片渺茫 所以现在呢 有人给我提问 我都尽自己的所能 我能回答多少 我就回答多少 当然我也是个新移民 我也知道的很有限 但是呢 因为我 早就学的电脑 像2000几年的时候 好多人 我的同龄人 他们还都不会上网 甚至都不会使用电脑 那我在上网查资料 就非常快 我查到相关的资料 一个链接给过去 就会帮到很多人 这让我就觉得吧 本来我是需要帮助的新移民 现在呢 我还能帮助别人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帮助别人以后 这个心情就非常的高兴 正好感受到当时 2009年吧 上映了一个史诗级的 这个科幻电影的阿凡达 这个阿凡达呢 他到另外一个星球 就潘多拉星球 他就跟当地这个纳美人 学习新的语言 然后他也帮助他们 我就当时感觉 我在网上回答 网友的这些提问 我感觉我像阿凡达一样 以亮灯的身份 能够帮助那么多人 但是同时呢 我在现实当中 我白天上班操作机器 我就是个工人 我就是个操作工人 在我身边好多朋友 没有人知道 我就是亮灯 所以他们都是 从别人的口中 听到我的名 所以呢 从那时候呢 我就回答 这个网友的问题 另外呢 也把我的生活 就是逐渐发生什么事 就在网上我就写什么事 你比如 曙光上大学啊 从入学考试 后来呢 到完不成作业 想退学 到最后呢 又获得奖学金 然后我们全家大年初 去参加毕业典礼 校长给我们拜年 还有因为找工作 被这个华人 给骗取一千加币 就想去跟他打官司 后来又不了了之 还有我学英语 经过的一些坎坷 发生了一些笑话 还有我考驾照 遇上这一些艰难的这些事吧 我就把这些呢 就都跟大家分享 所以当时呢 好多移民的人 他们都 都愿意来 怎么说呀 这现实的这个联系剧 比这个网上这个联系剧呢 我想更接地气一点 所以大家都愿意看 当时那个加拿大交易网 它是覆盖整个加拿大的 这个亮灯的名字呢 在网上呢 人气是居高不下 所以在网友的投票以下呢 我得了多次的第一名 你比如加拿大交易网 十大杰出人物 那我就 排名票数第一 最佳原创 选出22篇 在几千篇 上 成百上千篇当中 有22篇 那原创 我还是第一名 拍这个雪景大赛呢 我也得第一名 所以那时候网红作家 这个名号呢 就是打那个时候 给叫起 也是移民一些网站 我的文章也是他们的抢手扩 经常就被转载 也被盗版 这个网易博客呢 当时我也在网易博客上写文章 它有一个这个读者分布的统计吧 当初呢 除了 在中国除了澳门西藏以外 其他地方都有读者在看我的文章 甚至包括台湾 还有在日本的英国的澳大利亚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岛国 他们都有人想移民到加拿大 因为在那些地方可能是 你居住还可以 真正成为公民可能并不太容易 所以只要他们想移民加拿大 他就来追我的帖子 有人有移民 有人想移民 有人就告诉他 你去看亮灯的帖子 所以这样呢 在网友的这样的 怎么说催更下吧 我就想停 我也停不下来了 也停不下来了 也不是我主动做好事 所以当时呢 那时候还流行一首歌叫什么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正好是东北人 所以呢 我也成了 光我也叫做活雷锋 万事通 万事通 每天下班回来 连上线 我就变成亮灯 这个两个身份 急于一身 随时切换 就是思想的自由飞翔 就像插上了一个隐形的翅膀 我觉得我很酷 我很酷 所以呢 你要说我有什么动机 没有什么动机 刚才呢 这个主持人呢 他播放的那些 在家园网上的那个 那我发的帖子 只是其中的目录 你从2009年 整个的一版面 每个目录呢 下面都是一篇文章 网上2009年 没有一年是停的 一直写到 2022年 每年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下班以后 在网上 全都是在全职打工的情况下 在网上写的 其中的2015年 2016年呢 写的好像是少了一点 也没停止写 因为那两年呢 我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 就是做视频 比较多 视频采访比较多 那我就没有时间 来写了 没有时间写 所以呢 但是社会活动呢 还是做了很多 所以也有人担心呢 说你这个 你不足百斤 你这么瘦 你打累过工 那不还得累个半死吗 你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甚至个别有一些 他们管他比较五毛的 还在那等着看我笑吗 移民以后 你要说就是为了打工 你还是什么移民榜样啊 因为当时这些报纸啊 杂志啊 到处 就都是有采访我的一些文章 新时代电视台 还有这个华人网络电视台 他们都都进行过采访 所以有 也有个别人进行质疑 他后来呢 我以我的生活 就让他们就闭嘴了 说不出来什么话了 因为我呢 一边干活 我还能同时参加社会活动 我还能游山玩水 晚上回家我还能写文章 有人说的 哎呀 那感情了 可能亮灯在家里头 也不干家务 其实呢 我在家里头 做饭 包饺子 蒸馒头 做各种菜 我什么事我都不耽误 这一点 曙光同志 完全可以作证 只不过是呢 我会利用时间 我一心可以二用 我从来都是一心二用 我把打工呢 就当成锻炼身体 回到家坐在电脑前呢 那我就是休息状态 而且是一种积极的休息 等我写文章累了 那我起身 我去做家务 擦擦地呀 做做饭呀 做做菜呀 那我这就是 在我家里经常用的语言 就是下课 下课放松 回过头来呢 我接着我再写 最主要的是呢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节奏 就一种飞起来 飞翔的鹰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的现实中的名 有个鹰字 所以这个鹰啊 就是我的图腾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鹰 这样的雕像 我就去喝饮 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是因为付出而快乐 幸福因为分享而增值 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我就感受到了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因为讲课 我帮助了很多下岗职工 在加拿大呢 我不讲了 我又开始写了 我同样还能帮助很多新移民 我也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能帮助别人 我就认为 这是上帝 让我 委托我去帮助别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总会遇到有别人来帮我 每每都是这样 所以当时 我总是这么认为 这一定是上帝派人来帮我的 我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要努力 直到上帝出手相助 虽然我也不是基督徒 但是呢 我总觉得上帝在我心里 所以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努力 你总会等到上帝出手相助的那一刻 我也在生活当中 切切实实感受到 生活当中 总有贵人来帮我 接下来呢 我还要讲 这个方面呢 我只是说在网上做公益 休息日呢 刚开始打了这两份工 后来呢 我就辞掉了一份工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呢 周末 我都用来 做社会上的公益活动 所以接下来呢 下一部分呢 我可能会要讲到这一部分 邓姐分享了这个 让我们觉得 你怎么能把 这么多不同的决策 做得都很精彩 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习 下面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邓姐 之所以是名人 光是她的文章 她的书 实际上她是一个 特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 这一点呢 对我们大部分的移民来讲呢 都比较内向 请邓姐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才能做到 主动的参与不同民族 不同形式的这个社会活动 让我们广交朋友 提供我们的社会知名度 再加上我们自己 要享受这里的文化 艺术生活 谢谢您 我真是这些事啊 都是同时在进行做的 我打工 没耽误写文章 没耽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还是说 从2012年的时候吧 我认识了世界华人周刊 那个社长张辉 那个时候呢 他刚刚从美国搬过来 而我当时呢 是社团的积极分子 认识人比较多 粉丝也很多 因为当初移民的这些人 到了加拿大之后呢 我当时还给他们 成立了三个群 每个群500人 成立了三个群 所以呢 我认识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那这个世界华人周刊呢 想在温哥华呢 打开局面 那我们就一拍即合 我就以义工的这个身份 参与世界华人周刊 我们组织了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 因为当时呢 我又做记者 又采访这个别人 我又做主持人 什么都干 为了工作方便呢 所以就有了世界华人周刊 副社长这样一个头衔 就是为了当时这个方便吧 我和曙光一起呢 就采访过很多位省市的议员 你像大家都知道 李灿明啊 李奥华 还有康安李 王小宝 我们不但给他拍过视频 我也写过报道文章 还有许多这个各界的名人 当然呢 我也还采访写过很多 各行各业的普通移民 有的是电话采访 有的是那个见面采访 这都是在我业余时间做的啊 这些普通移民呢 包括有翻译啊 携琴啊 马路携琴员呢 还有各种做各种生意的老板 艺术家 打工者 方方面面 我还在继续写 当时用张辉社长的话来说呢 因为有了亮灯 让更多人知道了世界华人周刊 同时呢 世界华人周刊 也让更多人知道了亮灯 因为我们当时啊 进行了好多次 大型的活动 我就剪几次 有意义的说吧 其实特别多都说不过来了 在2012年的时候呢 我们举办了温哥华首届的诗歌朗诵会 当时是由这个著名诗人洛夫筹划 我作为主持人来配合 当时这个诗坛的泰斗级的人物 差不多都到场了 大家都知道 这有名的叶佳莹先生 洛夫 雅玄 还有西人的这个叶兹 西树到场 所以那次呢堪称一场世纪的盛会 甚至可以是载入历史的 因为现在呢 已经这个洛夫还有叶子两位 已经成为历史 已经去世了 还有再是2015年呢 我们举办了这个世界经济发展论坛 这也是海外呢 规模最大的一次论坛 当时这个著名的这个经济学家 国内国外的 包括美国的 这个毛一世啊 程晓农 杨恒军等等 还有何清廉等等 好多名家齐聚一堂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把脉 这也是空闲绝后的 因为当时那种社会环境 之后就不再有了 现在也没人去改假了 还有呢我们主办的这个首届 温哥华艺术沙龙 也是大开云集 温哥华当时的著名画家 好多 包括台湾来的 有大陆来的 还有香港来的 还有音乐家 大家通常展示记忆 你比如这个有被称为 牡丹章的这个张金生 当时他就以画牡丹出名 还有专门擅长画老虎的林伯良 还有书法政策家古钟等等吧 过后我都对他们都 进行过单独的一个采访 2019年以后 我们呢对这个广东 最早期来的移民 恩平的这个移民 进行了一个 长达三年的这样一个 跟踪采访的 因为他们呢要搞一个 叫百年大庆 要搞一个百年大庆 我们呢就 现场采访了十多位 他的小老板 有开饭店的 就像那个 叫什么那个养鸡厂 风格华 所有的这个超市的肌肉 都从他那来的 他也是恩平人 我们都去到他们工厂 进行了采访 然后他们的百年庆典 本来是安排这2019年 结果因为疫情 拖到了今年才进行 那今年呢 就来自世界各地的 好几百人 组团到这来参加了 他们的百年庆典 我们都是从头到尾 跟踪进行报道 这些视频呢 都发表到这个网上 YouTube油管上了 还有那个这个中文图书馆 每年他都举行一次 筹款活动 这个我和曙光 也连续参加了他们 好多年 也成了他们的义工 帮他们宣传 报道 做视频 更别说 大温几十个社团 同乡会 他们这个会长 跟我 不是说都是朋友吧 但起码 见面都认识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认识我 所以同乡会 他们有什么活动 也招呼我们去参加 只要我有时间 那我们都去参加 并且做个报道 因为这些呢 都是移民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对移民生活 了解的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所以刚开始 我在网上呢 我觉得我没什么写的了 参加社会活动之后呢 我觉得我要写的东西太多 我都写不过来了 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呢 还只是 就是华人圈里的这些活动 当然很多很多 但是加拿大呢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汇集了来自世界的是各国的人 你要想走进加拿大 你就不能仅限于华人圈的活动 但这个加拿大呢 它会给你提供好多方式 去鼓励人们去了解它 这点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利的 你比如啊 我们这儿有每年一次的城市开放日 今天有日本来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日本有没有这样啊 我们加拿大是这样 这个各城市的开放日 平常你进不去的地方 开放日这几天 你都可以进 平常收费的一些 比如剧院呢 有一些特定的场所 收费 开放日这些 它不会收费 我们利用这个开放日 去过这个市政府 这个办公室 到市长的座椅上坐一坐 我家所在地是Surray 它的市政的管理 整个这个交通管理 在一个屋子里一大面墙 它都是这个管理的这个电视 电视幕 哪有交通事故 哪块交通堵塞 在这里头都是一目了然 它怎么运作的 我们都到现场都去看 还有Surray的 新盖了一个这个纪念医院 这个建医院的钱呢 有政府拨款 也有这个民间人士的 这个捐款 所以它做成了之后呢 它就搞了一个开放日 这邀请市民进去参观 这个医院新设的这个急诊 都有哪些病房 有哪些作用 新增了哪些 它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纳税人的这些钱都花到什么地方 这有些什么配置 让我们先去看 那这样的活动 我都不会放弃 警察局搞的拍卖会 就是说有一些盗窃分子 盗窃来这些东西 怎么处理的呀 没有背后的 他都会定期拍卖会 我们也去参加 我感觉呢 加拿大人会喜欢这种场合 参与 重在参与 他可能回去东西没用 他可能回去把这东西捐给别人 但是那个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这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 还有呢 在老兵日那天呢 我们就去参观当天开放的这个军营 就说军队他平时是怎么训练的 还有我们还参加了这个中学生举办的圣诞晚宴 这个在国内是没有的 国内我女儿在重点高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我们上班的还要忙 上班的朝九晚五大家都在抱怨 那么他呢 这个孩子在国内学习 早晨天不亮 五点多钟就从家出去了 晚上到家十点多天已经黑了 那这边的中学生完全不一样 我想让我女儿到加拿大来过这样的生活 可是呢 已经这个时机已经错过去了 所以呢 有这样的活动 有人来邀请我 我就去参加 这个中学生呢 他每年都办 Surry的一个学校 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 在老师的指导下 从接待客人 印着这个请典 到现场这个摆餐桌 节目的准备表演 在送小礼物 现场这个传菜 所有的方方面面 全是由学生来进行 我在那现场 我的感触就非常的深 总而言之吧 就是说 从各个方面 社会的各个方面 只要你想去了解 你就有机会去了解 还有呢 除了这些以外 那我在地图上 我去查 哪里有公园 到现在呢 不说把大温地区的 各地的公园走遍了 也差不多少 那让我去玩呢 一方面 我去放松身心 享受大自然 人家都讲 这个加拿大 好山好水 好寂寞 但是在我这个生活当中 你看不到寂寞 我是忙不过来 我是忙不过来 那我在逛公园的过程当中呢 我每次都有收获 我回来我写了文章 有些人说 看了我文章都说 哎 我也去过 我也去过 很多人都说 但是哎 你讲的这些 我怎么没看到啊 有的是呢 没看到 有的是 是我回来之后 上网我有查的资料 一方面我是学习 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在给别人分享 我享受这个分享的 这个快乐 你比如在高贵里 有一个谢湖公园 谢湖生态公园 那这个公园呢 它是新建的 当时时候我就发现 哎 怎么都是新的呢 当时并不知道 那我回来一查 我就发现 这个谢湖公园啊 原来呢它就是一个 所谓叫谢湖呢 就是就是说 海水渗漏过来的 这这么一块 就是被人的遗弃的 这么一块地 什么也没有用 有一些市政的垃圾 就堆放到那了 后来市政府呢 就把那地呢 就给它改造 附近因为有好多社区 就把它改造成一个公园 但是把它建成一个公园 不是说你圈出一块地 来种几个树就可以了 这个工程 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是相当的大 它要把那个土地 这个原来的那些土 要进行测试 PiH值必须达到 符合生态要求 然后呢 多余的不好的土运走 把外面的好土再运来 铺路的土不一样 这个湖中间的 那个有一些鸟类 它们要侵袭在上面的 那个土 还是不一样 里面要含各种元素 要适合鸟类的生存 还适合栽种上各种的草木 要保证四季鸟类来了 都在这儿有石齿 有石齿 保持一个生态 它会保持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工程量非常大 里边的好多 我看的很详细 像一门客一样 它就是有工程方面的 有种植方面的 有研究鸟类这方面的 各个方面专家组成了不同的团队 共同建筑了这样的一个公园 所以看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我就觉得加拿大这些环保 它不是说表面意义上的环保 它是做到 怎么说呢 这件事我不做则已 做了 我就做到百年稳固 它起码是这么想的 修工路也一样 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国内修工路 那就是压上这个例行就完事 隔两天呢 我就把它刨开了 我再给你重新压一遍 加拿大修路不是 在下面先垫上沙子 然后再垫上土 然后一层一层的搭完了之后 几层的公路 一旦公路需要维修 它会把上面的层刮掉 整个都刮掉 所以我们觉得加拿大到处都在修路 有时候会觉得不方便 但是你从长远来看呢 这还是方便人类的 它做这个质量 会保证好多年 它不用去老去 像那个拉拉链似的 就把那个地牢给你刨开 牢给你刨开 重复的去劳动 不用 它那个地的质量 它是从根上就给你保证 这是我这逛公园的 那我去那个 纽约斯密斯的新斯敏呢 它有一个悬崖公园 很小 外边人不知道 就当地的社区居民知道 发现那个栏格上有监狱的牌子 怎么回事 这个公园里怎么还能有监狱呢 也是回来 我就上网去查资料 现去学习 那这样的我就发现 这个碧溪省的监狱 它就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 当时的那个犯人呢 死了之后就埋在那个当地 但是这个你作为 碧溪省的一段历史 它就会把它保留下来 墓碑的周围盖起了一圈小区 这点和我们中国也不一样 我就是愿意发现这些不同的地方 来去比较 没有呢 我去了这个森林这个公园 看也就会了解到 加拿大这个 为什么这个森林这个特别的茂密 每年都有山火 可是呢 只要出门 在我们所住这个城市 你就可以进入森林 当初它在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呢 它就会保留那块绿地 尤其我们Suri 因为其他城市我也去过 Suri这个绿地非常多 因为它在大温地区啊 它是最后被开发的 属于一个新兴的城市 而且它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快 据说预计呢 这个人口总数到204几年 就会追上这个温哥华了 所以呢 说生活在加拿大 多元文化 你只有主动参与了解 才能逐渐融入进这个大家庭 否则呢 你就不要总说 别人种族歧视 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边缘化了 你要说缺点有没有 有刚才我举例子 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国家 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我们呢 总要学人之长 补给之暖 才能进步 才能让自己 变得更好 那参加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 我自己的生活也因此而丰富多彩 还有时间组织朋友参加国庆大游行 然后呢 在印度光明节的时候 我就带领大家 对 就是这张照片 我们就一起去参加印度的丰收节 还有好多像意大利节呀 那个这个这个爱尔兰节呀 都是加拿大人的节日 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到哈 咱们华人呢 往往就喜欢自己关起门来 自己玩 你看我们的活动搞得丰富多彩 但是在英文网站上 很少有我们华人刊登的广告 你比如我们进行的大型的泼水节 完全可以成为加拿大人的节日 但是呢 在英文网站上 我们没有注册 没有登记 那我呢 就主动带领我身边的朋友 去参加这次活动 你像这个 你威斯米斯特 辛西敏这个 哈克国际大游行 那我就从上网报名学起 这个多元文化吧 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把别人的文化吸收进来 所以最后这个游行结束之后 还获奖了 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华人在这呢 有这个 除了中桥以外 还有奥普森啊 莫塞卡呀 都是和中桥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都是为新移民服务的 在这些地方 我们都有做过一共 像这个莫塞卡 他组织一些 给老年人 关爱老年人 需要通过一些 这个广播剧啊 电视剧啊 来让老人别上当受骗 或者是说 管好自己的财务 因为我能写 那他就让我 来给做编剧 然后我也当过这个演员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让更多的移民知道 尤其是华人移民 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去求助 你去找谁 另外呢 你有哪些权利 就是即使你和你儿女之间 发生经济问题 也有人来帮你解决 原来在国内是家务事 那到了加拿大 就不完全是家务事 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涉及到你有权利的问题 那么就有人给你来做主 有好多帮助热线 这些组织呢 也会给你提供帮助 所以这个十多年的生活 这活动太多了 有些呢 这个反正都在这个目录里吧 而且这个曙光啊 在这个录像当中 在华人网络电视台呢 他作为这个摄像的一个记者 也我们俩共同吧 除了采访以外 拍摄了几百个上百个视频 分别是在YouTube啊 还有国内的优酷 腾讯呢 差不多这些网站吧 都发的这些系列 我们把它归到一个目录当中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这个几乎就是我的名片吧 你只要打入这个题目 你在百度上也好 这个Google上也好 总发现更多的内容 让我们讲呢 您是力量了解的 实际上比我 您的这个角度更多更全 我真的学习了很多 还有一个呢 对于这些动力 都是您对生活的热爱 对生活问题的关切 才让您有这么大的动力 这么多时间的管理 能管理出来这么多的 不同的角度 或是一工作 又照顾家 又能去了解这种知识 真的让我们觉得 应该向您学习太多 那么刚才您讲的 很多这些思想 经历 事情 朋友 您是不是把它汇聚到 三本书里面 是不是一步一步 走进加拿大的三本书了 要说这个三本书呢 完全可以说是 副产品 因为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什么写书的 这样一个想法 我忙着干活 我忙着去参加活动 我都来不及 但是我在一步一步 向前走的过程当中 我身后就留下了 这一行脚印 那就是三本书 还有一个灯塔 还有刚才我讲的 这些视频 从这个 我2007年 移民加拿大以后呢 我就开始 记录生活了 刚才已经讲过了 下本以后就开始记录 至今 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15年了 留下了三本书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生活在加拿大 家住美丽的温哥华 这就是我留下的脚印 那这三本书呢 都是在我全职打工的 这个情况下 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内容 超级实用 这个得到了出版社的情爱 所以当时这个网友 让书书的时候呢 就有出版社呢 免费为我出了 这个第一本书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呢 就成为了移民指导的畅销书 这是网站上啊 他这么写的 移民指导畅销书 当然当这个书呢 当时印的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这个十年过去了 这是在准备 这次发言的时候呢 我又上网看了一下啊 这个本来这个原版的书 已经没有了 这个二手书在网上啊 这个价格不降反升 头几年最高的时候 二手书都卖到180块钱了 现在这个画面上展示的这本书呢 是在美国科发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在国外发行 这样的话呢 这个出版社给了我很多免费的书 我就把它赠送到温哥华的图书馆 我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其他的书 大概都上千本吧 我就捐给了秦一民 这个第二本书呢 是2017年出版的 当时这本书我想叫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的续集》 书名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呢 这个著名这个诗人雅璇先生啊 他就给我提个建议 他就给我提个建议 他觉得我这个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非常好 他说你别叫续集 你续集接下来你还要写第三部 你这个可以叫第二部 幸亏当时这个亚璇给我的帮助 给我留了后路 所以才有了今年的这本 《家住美丽温哥华》的第三部 接下来呢 我可能还会把这些书捐到图书馆 这些书你看上面有个小圆圈嘛 都是这个入选到世界华人文库 我在加拿大家园网 一个置顶长帖 名字也是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那这个帖子 2009年开始写 一直写到现在 就是每天都在写 留下了可以查阅的这样一个空间记忆 也为当代移民留下了一个清明上额图 我每篇文章都有信息点 加拿大的价值观 加拿大的文化 和加拿大的风土人情 都在我的文章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但是我不去评论 所以说这也是我能够在网上得以生存到现在 这也是我的一个生存法则 我第二本书的时候 这个王剑教授 我坐着去 他说亮灯是新文化的导游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去这么做 那还有为我写议员的那是 一个西人的一个省议员 赖自纯 他那是住在我们Suri 他搞什么活动 他的办公室都会给我发邀请函 就是这位个子高高的 如果有人把这些能够翻译成英文 就让各族人都受益 这是我一个想法 在我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这个路上 总有人跟随我的文章 他们一路伴我前行 只要我出门 只要我参加活动 就有不认识的读者和我打招呼 跟我见面的人 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打招呼的暗语 就是我是看着你的文章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 已经成了我的名片了 所以我也可以说 我的朋友变天下 像温哥华呢 有好多也是很有成就的移民 他们也向我报喜 总结来说呢 就是说我非常的适应 加拿大的生活 我喜欢加拿大循规导具 简单的人际关系 喜欢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活氛围 还有温哥华 刺激多姿多彩的环境 我记录日常生活 记录身边发生的移民故事 我参加社团活动 社区节日 我游沾玩水 向读者介绍加拿大历史 典故 风土人情 多元文化 也真实的记录当代华裔移民 在加拿大生活的新生活 所以每篇文章都有摸索 总结出来的生活信息 能为我们后人留下我们这一代移民 真实的生活的历史一撇 这也令我的写作 也更加有意义 也让我呢 就是手里这笔也就停不下来 这个好多学者在研究历史上 华裔移民 早期华工 在加拿大 千倍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 我们在书写 我们当代移民的历史 我在记录当代移民的历史 等我们身后 历史走破之后 我们的后人 他们就不用像 我们当代的学者这样 去挖掘我们这段历史 他可以从图书馆当中 在网上 他就可以查到 我们这一代移民 是怎么样艰苦打拼的 怎么度过最初的职业 怎么为下一代移民 在这边扎下根 打下良好的基础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现在的 生活很快乐 这个做的事也很有意义 这这个所有的 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了 曾经呢 生活多姿多彩 充满激情 我们非常感谢 曾经还有这几个 跟我们经常讲的格言 我呢 开始时候讲了一句 我觉得这句话 点亮自己 照亮他人 让我觉得 大家从开始到现在听 是不是他一直在这样做 并且这个所谓的 自己的格言 实际上就是从心里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 和已经做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我先讲一下我的体会 就是从灯姐的这个分享呢 这个长达两个小时的分享 我感觉到呢 人生怎么才能活得精彩呢 不是说你有几处的豪宅 美女乡车 穿金带银 而在于你怎么主动的 去享受生活 被设计的需要程度有多大 设计越需要你 你活得就越更精彩 我和亮灯呢 也算是老朋友了 那个银河 刚才 但是那个 对亮灯这个 经历的全盘了解 还是真是今天 以前不是很全面 但是几年前了 我感觉就是一个新移民 根据这个亮灯本身的经历 要想在异国他乡 成功 有那么几点吧 第一呢 就自己这个要包容 真的要包容 包容各种文化呀 第二就要好奇心 就对各种各样的文化 要保持好奇 保持年轻的那种兴趣 然后呢 慢慢吸收 第三个就是勤奋 努力 我想如果达到这点的话呢 就很容易在异国他乡站住脚 这是我今天从这个亮灯身上学到的 非常感谢 很精彩的演讲啊 也感谢杰森 两灯我们也是老朋友 我们也是住着也不远 接触也比较多 我们第一次其实我们当那笔会的时候 我接触这建的亮灯正好出来第一本书 我记得在好那个饭店是吧 牛华那个什么什么那饭店 那是第几本书来着 第一本书啊 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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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书啊 就是特别珍贵 它是一个真正实实的你的脚印的文络 它不是一种虚构的东西 你说这个 这个当然回顾历史的时候吧 你要看到亮灯他们这个写的这些书的时候吧 他们就是历史 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 一点虚构没有 很有价值 叫永远有价值 那么也就是说在咱们的咱们的历史记载中 说实在的 真的很有价值的 风雅颂里边的 就是官方的 祭祀的和民间的东西 什么是最真实的东西 最有最能流远流长的 就是老百姓的 这个真实的生活 举例子 你比如像那个 说像打板城的姑娘 像那个茉莉花这些 这些歌你看 现在仍然风靡世界 这些东西流传下来很不容易 因为官史啊 你说史记啊 什么记载这些东西 大家都觉得都会有一个胜利者的历史 这些都会有一个虚构的东西 都会里面产生很多怀疑 包括有些小说 小说大部分就是 小说嘛就是虚构 有虚构和不全虚构的 Fiction or no fiction的都有虚构 那么这些呢 大家都不能够 在里面都会有争论 《红楼梦》到现在都会有很多争论 对吧 所以我就说觉得 就是你们写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有意义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像画石一样 像银鹤稿他们现在找那个说那个石头 那当年怎么记载这历史 一敲开这石头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影响贡献 这意义 我觉得就是这是我的感受啊 谢谢 这个陆瑶啊 总结的一句人生哲理 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 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起价值 伟大 精彩 成功 都不算什么 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这正是刚才张国瑞教授讲的 这个 这一番话 只要生活还在继续 我就有可写的内容 只要有读者需要 我就有写的动力 我就会继续边经历边分享 乐此不疲 不复我的名字 亮灯 点亮自己 照亮他人 艾米 很高兴在这看到你 谢谢啊 谢谢亮灯 精彩的演讲 很瘦 很瘦苦 这是谁啊 谢谢你亮灯 我是博客 我是博客 你的老乡 大爷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喂亮灯 我是沐林 我在中国 我在中国 沐林 大家好 谢谢亮灯的精彩讲座 我第一次从头到尾 都听完 好 谢谢你啊 讲得非常精彩 谢谢 真实的亮灯 喜欢看亮灯 记住真实的历史 百音 谢谢 你讲得非常好 我感觉到是宣传不够 大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在外 你应该和移民局联系一下 给他们新报名的 家的那什么 然后 突然你说 就我的这些事 我国内的姐姐 日本的弟弟妹妹 他们都知道的不全 他们都不知道 正好 你讲 特别系统 如果要是 想来移民的 听一下你这个讲座 肯定是 少走不少弯路 非常好 非常感谢各位啊 感谢曾姐 今天讲了那么长时间 辛苦辛苦了啊 各位朋友在文革华的 在日本的 在中国的 都很辛苦 听到现在 所以呢 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视频放在网上 大家可以传播给您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呢 了解亮灯 大姐 对于这个 我们的贡献 包括刚才各位 张教授和伊霍博士讲的 这些东西呢 是无价值的 好吧 谢谢大家 要不要今天时间照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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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